世子院里丫鬟众多 但她真正放在心里的 我有姜妮 在你心里啊 姜妮跟其他丫头不一样 姜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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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妮 姜妮 只是你的婚事 也苦怕利用安排 姜妮这儿 怕是没什么名分 这事徐霄说了不算 我的人生 我自己选 咱们可说好了 你刺杀我可以 刺杀失败就得赔钱 昨天晚上失败了吧 好好赞钱 刚才那气氛 你怕她出手 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 谢谢 得谢你下来救我啊 谁救你了 我是想看看你怎么死 那我让你失望了吧 我徐凤年就是罪得再厉害 我也不可能找错嫁儿 我无亲无故 王国王家都死了 这要是连葬礼都办不全 是不是太可怜了 你赚钱 为了 为了给自己下葬 你为什么要下葬 大概是为了让她事先习惯起来吧 习惯什么 习惯 我二姐兄弟 你发誓杀我 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 合适吗 世上人潮翻涌 遇到一个人不容易 我珍惜眼前 姜妮 我家丫头 我家丫头 通房的 不行 你不是你小狗的 不是只要天刻的相依 我会再下一世的你看那温暖珍惜 疼啊 不疼 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 你们 欺负 谢谢 你是世子吧 她让我护着她 你担心那小的 想想 要不怎么还 要不你担了她吧 我的人情就这么用啊 你这回杀我 一杀一个车 再同一笔死我强 现在就什么都没了 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梁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姜妮陪你走到了今天 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都手就不好 抓得太紧了 天下 大局 有什么意义呢 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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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动吗 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儒家 姜妮不是棋子 姜妮不是手马 我不妨人 我不唤 不管你给我什么 我都不唤 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一半 还能真吗 可人心不会嫁 这样的生活很简单 可是我很喜欢 希望可以多数钱 喜欢就留下 姜妮知道自己会死 所以不停地刺杀你 是为了让你恨她 怕她 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 你会难过啊 她是我的 谁是你呢 确实是反正灰山 就是为了身边人 没办法 我家丫头还欠我钱 不能出神 就让我陪她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 大梁龙雀 我娘的佩剑 这也是我娘 给我将来媳妇的评论 给你的 你怎么把这都给我了 送你的 给你的 神符 将你领境前 要我将神符转赠以用 我现在是公主了 嫁要长 凡费 我不杀你 你不许死 你言为定 有舍才有得 有离别 才会有重访